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章 分布式文件系统,还是DFS 那这里我会介绍这个HDFS的一些基础 还有一个HDFS的一些长运命令 还有HDFS的API 那里面主要是对于Hadoop生态圈的一个重要组件HDFS 进行一个详细介绍 包括HDFS的一些上传、下载、删除 还有一些长运统计 还有一些长运的命令行命令的使用 还有Hadoop HDFS这个API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上传文件下载、删除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那这些呢是理论加实战 主要是针对HDFS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以及HDFS的接口的使用 方便在日后的开发中做一些基础的储备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一些 那什么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呢 它的那个英文是这样写的 Distribute File System 对吧 这也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指的是文件系统管理的物理资源 不一定直接存储在本地节点上 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 与节点相连 存在网络的其他节点上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设计 是基于客户端服务器这种模式 这些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下面看一个图 这地方呢相当于一个非常多的机器 通过交换机或者是路由器 核心交换机 然后还有这种分路的一些交换机 路由器相连接 那这个地方呢 是另外一个大的一个计算机的一个集群 然后他们通过这个核心交换机 连接在一起 那从这个计算机网络的方面来说呢 它就组成一个大的计算机网络 通过这个物理连接保持他们的联通 这里面可能会划分一些未来等等 但是最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架 去聘通另一个机架 比如说这个2 机架3 甚至机架N 还有对面的这个机架 选择另一个1234档N 那他们之间可以实现一个互通 这种情况才能成立为一个计算机网络 并且是一个跨集群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这是一个集群 这是一个集群 比如说这个例子可能还不太形象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呢要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一个公司呢 它有一个销售部 那这个销售部呢它是分布在各个地方的 那相当于这个销售部呢就是它的一个根 对吧 那接下来它这些每一个部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呢 它就是一个分支对吧 那这地方相当于一个集群 那销售部呢有分为北部东部南部西部 对吧 这四个区域 那这个北部和东部呢又分分在另一个服务器的这个集群中 那它这地方存储的是一个北部和东部 也就是说销售部的数据呢 它并没有存储在这一个节点上 它是存储在多个节点上 那在这里一个服务器中 那它存储了东部和北部 那在服务器二上它存储了南部和西部 对吧 那这地方呢 这个北部呢又可以拆封为一些服务器 比如说北部比如北京 对吧 天津华北地区对吧 东部比如说上海对吧 又可以以城市来作为一个划分 那南部也是一样西部也是一样 比如说西部就是甘肃对吧 比如说新疆 南部的话比如说那个永南等等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布式文件 系统一个结构 比如说以上面这种例子来说 我们要搜索一个词 一个文件名吧 一个文件名比如说叫马开东.txt 对吧 我们从这发送一个指令去查 那么首先我们会经过一个核心交换机 然后再经过一个旁路交换机 然后找到一个节点 比如说它在这地方存着 然后就可以返回 对吧 那同样有些时候我可能这台机器它挂了 对吧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台交换机 到这边去查这一个台机架上的数据 对吧 这种查询才能称之为一种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而不能说明说这个地方的机器 存储的只是马开东.txt 这地方没有去存马开东.txt 对吧 那就不太符合分布式文件系统的一个高可用性 对吧 那在刚才描述这种程度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高可用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只能说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一个架构 好 这种架构理解的话 我觉得对于分布式文件系统有一个大个理解 那后面我们继续会讲解Hadoop的HDFS 它是怎么样的 好 那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特点之前也讲了一下 就是说它有这个很强的扩展能力 只有有了这个拓展能力呢 我们才能从出海洋数据 比如说今天我们从了10T的数据 那明天我们需要20T的数据从出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从不了了 我需要删数据 那这种做法是非常的笨拙 也会导致业务非常的郁闷 对吧 所以我们要支持这种拓展性 加机器 比如说现在10台机器对吧 加到20台 它也这样正常运行 不影响业务 那就非常好 还有前面说的高可运行 就像这种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高可运行的一个指示 它北部的数据呢 只是存在这台服务器上 它并没有存在服务器2上 对吧 这就是一个复本的一个概念 好 还有这种协议和接口的支持 那我们存储数据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访问啊 不能说数据存储上以后 我们不去管 那意义不大 存储的目的就是方便用户去访问 那弹性存储也是一样 就是说有些数据呢 我是需要从一份和两份 对吧 一份数据和两个数据 我们可以弹性的做一个设定 对吧 我只需要两份 一份三份四份 这就是一种弹性存储 那还有另一方面就是 存储的这个量 量级 比如说我存储10T 对吧 接下来我要扩充到30T 那这也是一种和这个拓展来说 是一种水平的一种分支 对于扩展能力上来说 其实就包含这种弹性存储 一方面呢 扩展能力 我们说的是这个存储能力 对吧 另一方面呢 我们说的是这个它的机器的数量 还有计算能力 对吧 好 那大概在对这个分布置文件系统 有一个概念以后呢 那你去理解 HDRS呢 就是非常方便 那说到分布置文件系统 那我们就有几个为什么 那为什么 要选择分布置文件系统呢 那之前说了一点 就是说 数据太大了 一个台机器没法从处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你加硬盘呀 硬盘扩大不就从下了吗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 在这个操作系统里面 它对文件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一个文件夹下 它只能存储 600多个文件 对吧 那另一个侧 Windows不太一样 虽然说我们可以 手动去修改 它的限制 但是 从单机的存储量来说 无论你想从出多少个文件 你觉得差不多能从下 但是 在我们的想象中觉得是可以 但是实际上呢 是不行的 想一下 就算你的硬盘非常大 你从下了 那改问一句 你如何去查呢 是不是很费劲头脑呀 所以 在操作系统的这种 管辖的范围内呢 真的是从不下 那么 想分配更 到更多的操作系统管理的 则盘中 那就不方便维护了 即使你从下了 你这个维护和管理是非常麻烦的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一种 系统来管理多台机器上的文件 那这里说就是一种分布式的一种系统 我们将这个文件 冲在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由多台机器上去存 那我们这种管理是比较方便 就是说有多大文件呢 我们都不去关心 它有多少限制 对吧 再说到这种一种文件 传到这个多台机器上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共享 对吧 只有这种共享了 那我们才能去管理 方便用户去查看 那每个人呢都是可以去看的 那可以让多台机器上的多用户 分享文件和存储文件 那这就是一种 它能实现文件的共享 就是说我的文件呢 别人可以看到 那别人的文件我也可以看到 对吧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通透性 那这里面就是说的一种透明 嘛 我们希望的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是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那其实实际上呢 我们通过网络来访问一个文件动作 这些在程序看来 它就是很简单 它用户用户来讲呢 也是感知不到 用户访问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就以为它在本地操作 它瓷盘一样 所以这种就是一种透明的 用户感知不到 用户也不知道 它这个访问了哪个文件 这些呢都是由程序完成的 那这样的话 相对它开发来说 它就非常的方便 对吧 那还有容错性 就是在之前我也演示了一下 这个 它都不运行过程中 它这个容错性 那是非常的好 即使它的任务失败 但它还是会提交 那这里面说的这个容错性呢 不只是任务的容错性 更重要的是一个数据的容错性 比如说呢 在我们的系统中啊 它有一台节点挂掉 我们这里通常说的就是拖机 实际上我们一般可能会理解为这种 关机啊 这种挂掉这种情况 整体的系统来说呢 仍然可以继续用行 也不会有这个数据的丢失 对吧 这样是非常的可靠 那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这里的分布文件系统 在之前也讲了就是非常多 这里我们只是讲解的是HDFS 因为我们学的是Hadoop 对吧 Hadoop的这个HDFS的适应的场景 就是一次性写入 多次查询这种情况 它并不支持这种高频繁的写入 因为它没有事物 那其实在这种 那它不适合这种小文件的仓处 因为小文件来讲的话 对于HDFS来说呢 它占你的这个文件个数就比较多 那它本身就是存储海量数据 你这个小文件去存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占了很多资源 对吧 从文件个数来说就是不利于这种 查询的时候就可能会 比如说有一百万个文件 一百万个大文件和一百万个小文件 在这个场景中我们是不能去合併 所以从数据的考量上来说 尽量的从数据大文件 比如一个视频文件对吧 还有一些日志文件 这就非常适合了